2022年湖北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5月4日揭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90后台籍教师赖延军成为该荣誉获得者之一,他也是2018年以来湖北第五位获此荣誉的台胞。 赖延军于2009年来到武汉大学法学院求学,先后在此取得法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期间,他通过考核取得律师职业证,成为湖北首位台籍职业律师。 2022年毕业后,他通过湖北千岗营台青专场招聘会,入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因为我认为到大陆来上学,可以认识很多五湖四海的长辈朋友,然后可以拓展我的视野,有更广阔的世界观。 学习工作之余,赖延军坚持发挥所长,免费为两岸同胞提供法律咨询、公益普法等服务,协助台胞处理婚姻纠纷、劳动纠纷、合同纠纷等案件。 赖延军表示,特殊的成长背景使他可以为台胞提供周全帮助。 台胞到大陆来,或者是说到湖北武汉来就学、就业、创业,他们无论是生活当中或是他们的学习工作当中,难免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我会想要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们。 赖延军坦言,最初独自到武汉求学,曾因人生地不熟有过彷徨和挫折,但好在师长、同学、朋友及当地台办 给予他鼓励与关怀,让他顺利走到今天。 也因为这份情谊,他毕业后选择留在武汉,希望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帮助其他来大陆追梦的台湾纪念。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到武汉的,那那个时候没有认识的人,那我也经历过一些的困难挫折。 那在我经历了困难挫折的时候,有很多的长辈朋友在旁边给我支持和鼓励。 所以,我也想要把这种支持和鼓励传下去。 谭基此次获奖,赖延军表示,这是对他在法学教育、法律服务及两岸交流领域工作成果的极大肯定。 他将继续坚持法治信仰,恪守原则底线,承担起台湾居民律师为两岸法律服务的责任,承担起法学青年学者言传身教的责任。 这是对我在法学教育、法律服务和两岸交流领域工作成果的极大肯定。 那对我而言更多的是感恩和责任。 所以,接下来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承担起台湾居民律师为两岸法律服务工作的责任, 也承担起作为法学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为两岸交流做出贡献。 据湖北省台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荐优秀台青参评湖北青年五四奖章是落实会台举措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该省大力支持台青来厄发展,建设了八家省级以上台青创业就业基地, 连续多年举办千港银台青招聘会,共为台青提供实习就业岗位5000余个。 湖北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台青来厄实习就业创业和交流。